我叫鄭智利 今年29歲 我是一個原創歌手 一直是我從小 從那時候小學到現在一直的夢想 所以我就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我說我長大要從事這個 而且我一輩子要從事這個音樂的行業 而且我喜歡它不僅僅是我能夠受到關注 是我確實很喜歡 那時候開始想要往藝人去發展 所以我就開始參加各種比賽跟選秀 跟電視節目 上了很多很多的電視節目 從2012年畢業 我先後又簽了兩個經紀公司 又發了兩張的原創的專輯 包括很多首單曲 2017年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 我感覺自己的東西不夠用 感覺這麼多年一直 只是專注於在商業方面的東西比較多 就是怎麼樣去討好聽眾 慢慢地會丟掉自己最初想要的東西 而且慢慢丟掉自己的特點 而且我發現 在做專業的歌手這麼多年 我也沒有進步 我反而在退步 我覺得流星音樂的跟在這裡 我覺得我應該來這裡學習 我覺得在這裡我能學到我想要的東西 今年一月份來美國 現在在美國已經九個月了 在洛杉磯音樂家學院 就讀的是獨立音樂人 來到這裡 就從頭開始 從零開始 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第一個月很難熬 第一個月 躺上床就 啊 就情緒特別的飽滿 很想家 然後也很恐懼 但同時也覺得很刺激 我就跟所有千千萬萬的留學生一樣 而且還是一個窮留學生的樣子 我會覺得盡量的能省就省 每天追地鐵追公車 然後去超市買東西 要貨幣三家買最便宜的 然後自己剪頭髮 然後吃的東西也都很簡單 我除了跟大家有一樣的 課業上的壓力之外 我還有語言的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 比他們當地的人要花三倍的時間吧 我很努力地在學 因為我有很多單詞我不會 下課的時候我會再去圖書館 把今天上過的課 我會把那些單詞全部都翻譯 全部都碼出來 然後再看一遍這樣子 後來想一想說 當初我決定來美國的時候 我就已經做好吃苦的準備了 我並沒有想來這裡過得舒服 這點我就還蠻慶幸說 我堅持的下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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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